情人總分分和和 可是我們卻越愛越深 而是你 讓我的幸福不散 耶 能不能比了幾個 繼續唱的歌 讓更多一輩子都記得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楊 剛剛這一段歌曲裡面 我們和弦其實用4536251就可以去彈 但是用上一些黑鍵的話呢 這段伴奏就會更加的高級更加好聽 那今天教大家一些黑鍵的基本用法 首先黑鍵呢 我們都有兩個名字 首先看一下它左右兩邊分別是什麼音 比如說這個黑鍵左邊是多 那從多往右走是升高 所以說這個音可以叫升多 同時它也在ry的左邊 是吧 ry往左走是降低 那它可以叫做降ry 所以每一個黑鍵我們都可以去這樣看它的名字 你像這個的話 發往右走 所以它叫做升發 那它也可以從so往左邊走彈出來 那它叫做降梭 所以每個黑鍵都可以這麼去找 好 那在這個離調和弦中間呢 我們會常常用到黑鍵 以C調為例啊 我們常用的 一二三四五六極 這六個和弦中間 一極四極五極是大三和弦 然後二極三極六極是小三和弦 這樣的和弦呢 它在聽覺上面 比大三和弦 會稍微憂鬱 稍微暗淡一點 那我們在歌曲中 有的時候可以把這個小三和弦 變為大三和弦 讓整首歌曲升滑啊 比如說這個ry fa la 我們把發變成黑鍵上面的這個升發 變成 ry 升發 la 好 三極的話呢 也可以去把so變成右邊的這個黑鍵 升so 好 六極和弦 可以把中間的這個do 放到右邊黑鍵上來 變成升do 啦 升do mi 那我們用一首一五六三四一二五的歌曲舉例啊 怎麼去擁有 一道彩虹 怎麼去擁抱 也是天的風 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是在二極跟五極之間 加了一個二極的大三和弦 是吧 從二極小變成二極大 它就會升滑起來 很多類似的情況都可以用啊 這個也是一樣的是吧 二極到五極中間 我們加一個二極大三和弦 加一個黑鍵進去 它就升滑起來了 還有的歌曲呢 它直接把這個二極變成二極大啊 它就不是加進去了 比如說 高高高的青山上 旋草花開封 這一段送給我 好 下一段按照下一個和弦按走向我們是二極是吧 它直接變成二極大三 小小的姑娘 同樣的都是升滑的作用啊 然後像六極和弦呢 也可以這麼去用 剛剛我們說 把中間的這個音變成 升 往上升 變成升多 是吧 在奇妙能力歌裡面 我看過沙漠下暴雨 看過大海請問下雨 這是它最開始的走向 它其實整首歌都是四五三六二五一啊 那這個是正常的彈法 下一段呢 它會把這個六變成六極的大三和弦 這個地方同樣的也是升滑 所以說 我們有的時候把這個和弦的性質改變一下 用上一些黑鍵 從小三和弦變成大三和弦 那這個歌曲的感覺就會不一樣 樂理比較好的同學可能知道啊 這裡的原理呢 其實是把我們的六極和弦 當作另一個調的五極和弦來使用 也是屬於一個離調和弦 所以說其實我們經常用到的一些技巧 還是會需要涉及到各種各樣的調式呀 和弦呀等等這樣的樂理啊 想要深入學習的同學 可以給我們私信或者留言 今天的教學先到這裡 大家拜拜